过阴冰的故事 铁柱爹呢,很会讲故事 而且讲的大多数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这些故事呢,不仅铁柱爹难忘 作为听者的我,也是难以忘怀的 现在呢,我有幸把我听到的故事 讲出来,给你们听一听 我十三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 经历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 那年的收成呢,实在是好 我爹就说,哎呀,今年风调雨顺 看样子,共产党该得天下,做江山呢 我知道,我爹呢,是在想我大哥事成 大哥走了三年了,没烧过信来,不知死活 也是在夜里,我爹娘呢,稀稀疏疏的备了些纸钱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人呢,在大门口蹲着 把纸钱给烧了 他们相信,如果呀,风吹指挥高高的飘走 就证明我大哥来领钱了,那他呢,就已经不再认识了 如果无风来吹灰纸,我大哥肯定还活着 我娘就说呀,那晚他烧的纸灰纹丝不动 他心里猜测,自己儿子或许呢,还在世间活着 爹和娘刚进屋,就听见这屋顶上风声大作 一阵紧似一阵 定睛一看,这窗户纸,门帘却是丝毫不动 二人当时就怀疑自己听错了 再看那桌上的油灯,半明半暗的 屋子里陡然就冷了下来,阴气森森的 二人不敢去睡觉了,熄了灯,手拉手坐在我睡的竹谱旁 羊抚摸着我的头,我呢,迷迷糊糊地在半睡半醒之前 就忽然听见外面狂风大雨 空中呢,似有筋骨齐鸣万马奔腾 又似有无数人在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我当时呢,一下子就惊醒了 翻起身坐起来,我娘呢,则是拍拍我的肩 示意我不要怕,我爹轻声说道 别吭声 那我们三个呢,就在这黑暗里摒弃静声 听见院子里啊,也有动静了 好似有人这脚上呢,带着铁链子 在院子里急速地来回走动着 哗啦 哗啦 这声音呢,从大门踩到厨房 又从厨房踩到大门 这笼子里的鸡啊,是不安的咕咕地叫着 紧接着厨房里就传出,哐当,哐当,哗啦哗啦 这锅碗瓢盆,吊地的声音 筷子呢,也散落了一地 隔壁的邻居的狗啊,也叫起来了 引来全村的狗,大狗小狗,这和声齐鸣着 整个村子都响起了狗叫的大和唱 我们呢,心惊胆战地听着 一直到黎明时分 浑身是冷汗的,人也呆着了 各种响声呢,很快沉寂下去 院子里的公鸡开始打鸣 往日啊,那大公鸡 这红亮的声音特别地响亮 这今天呢,像是生病了似的 哑哑的,趁这会儿功夫 一家人呢,打了个盹 清晨一开门 天气好的呀,教人难以置信 哪有风雨的痕迹啊 我娘呢,则是慌忙进了厨房 随后我跟上去 但里面是一切如常 我碗瓢盆筷子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安然无恙 真不知道昨夜摔盆打碗的声音从何而来 我和我娘呢,则是面面相去 爹呢,这是巴搭巴搭的 抽着老烟带过来 脸上呢,是乌云密布 阴气沉沉地说 铁童娘,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是石城吗?他一个人也没那么大力量 哎,这兵荒马乱的 他说不下去了 哎呀,谁晓得呀 只有天晓得 我娘呢,也是一脸的茫然 带着担忧的神色 她开始煮饭了 全村的人呢,又陷入了忧虑恐惧之中 三三两两地在树荫下水井边上议论着 那时呢,方老先生还没有被划为地主 在村里说话呢,是很有威信的 他和老全老明等几个人呢 围在村口讨论半天 昨夜呢,这阴风里 夹带着这兵阁的气息 一定是阴间的兵从这里经过 方老先生叹息着说 哎呀,昔日诸葛亮七秦梦获 班师回朝 行指护水,亲济阴魂 数千鬼魂与绸云怒雾中散去 想来这股阴兵是蒋介石的国君中丧命的将士 听说蒋介石已退到台湾去了 他们能不跟着吗 老鹏和老全呢,赞同的点头说道 哎呀,按中国人的规矩 他们应该跟去相守集资 不知道多少天能过万呢 方老先生说 想想想看 在东北,徐州,邦布,天津 打了几大仗 双方死了多少人呢 可怜都是老百姓的儿孙 到底死了多少人 恐怕一时也弄不清楚 我爹呢,当时在旁边听了这话 几乎是落下眼泪来了 他正拿不准 昨晚阴兵中 是否有他儿子呢 方先生 你说 要不打来打去的 哪有这些事啊 他呢,向这方老先生说着 努力压制着自己的痛心 方老先生 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哎呀 要是都不打 黎民就有福了 你瞧这阵势 昨晚才是开头 估计啊 还得闹上个三五夜的 大伙儿啊 要做个准备 老全说道 哎哟 昨夜我一家子通宵不曾睡觉 今夜才经不起折腾了 老明呢 也说道 哎呀 可不是嘛 昨天呢 家里的小孙儿哭 媳妇哭 老班叹 方老先生呢 思春道 我倒是有个主意 这二人忙问是什么主意 他说呀 我家房子宽 不如大家伙呀 都挤过来 我父子和老少爷们们呢 睡头进屋 他们婆媳和姑娘媳妇们 睡二进屋 现在天气不是很凉 大家呀 都带着自己的铺盖过来 打地铺 急事急了点 大家伙呀 在一起也可以壮个胆 这村里人一听啊 全都非常高兴 又都说 哎 好是好 就怕呀 给您添麻烦 方老先生呢 摆摆手说道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呀 都是相礼相亲的 你们没意见 就这样吧 这第二天夜里呢 我们全家呀 都睡在方家的深塘大屋里 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满屋子这个失脚鸭子气 和屁臭味 大家伙呀 说笑着都躺下了 黑压压的一大片 这到了午夜时分 风起了 呜呜地吹着地动山摇一般 方家院子里 高大的梧桐树 和香章树 随风狂舞着 这树叶子 扑拉扑拉地打在墙和地上 屋顶上的瓦呀 似乎都要被掀了 这风声呢 是一直不停 一波未平 一波有气 这风声呢 闹醒了几个不贪睡的人 我是很机灵 跌一翻身 就把我给弄醒了 沉默地听着风吼声 渐渐地 这风声小了 最后完全吸了 院中的树静立着 树叶呢 也是不落一片 天地间静止的 好像这地球 都忘了转似的 又好像呢 是千万只鬼的手 随时都会从黑暗中猛伸出来 千万张鬼脸 马上就会显在我的眼前一样 我的心呢 是砰 砰 跳得快到嘴边了 只听到咔嚓咔嚓的脚铺声 由远而近 似有大队人马开了过来 一时间呢 人喊马斯 刀枪冰当 从方架的屋顶上 树梢上 从黑生生的半空中 向南边提提的过去了 还仿佛听到有人在说话 他妈 您踩到我脚了 我要找我们长官 这屋顶上的瓦呀 被踩得哗啦啦直响 我呢 紧张得一身的鸡皮疙瘩 黑屋子里呀 有几个人起来了 在窗口边张望 我也悄悄地过去了 就趴在窗边 揉揉眼睛 努力地呀 想看出点什么 这夜空是黑灰色的 星星像在打盹 院中的几棵大树呢 死了一般地待着 除此之外 什么也看不见 奇怪 这千军万马呼啸而过的声势 是从哪来的呀 正在疑惑地 有蝙蝠 盘旋着从窗前飞过 啪啦啦地 蹭落到墙上的灰 啥时间呢 就迷住了我的眼睛了 我用手指 站了吐沫 小心翼翼地揉着 摸索着 回到铺位坐下 那时呢 满屋子的人 已经醒了大半了 有人在低声地说着 你听 像是伤病在哭 果然呢 有声音在乌叶着 像哭又像笑 那是疼得受不了的声音 一阵鼻一阵响 夹杂着喊爹叫妈的声音 潮水似的 向我的耳边袭来 我这辈子呀 再也没听过这么怕人的声音 幸亏是大火挤在一处 要是我一个人 岂不是被吓死吗 激叫的时候呢 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随后的两个夜晚 情况是大同小异 我爹呢 有天晚上 憋不住 出去小姐摔了一脚 这身上跌出一块青 像个脚印 他认定呢 那是过路的阴兵 踢了他一脚 这过瓦阴兵 我们小孩子恢复了 在村口的游戏 有时封罢了 我坐下来数天空的星星 这秋天的夜空呢 星星就像深蓝色的段子上 洒满了钻石 我一颗一颗的数着 看到方老先生 从那高门楼里 躲出来 背着手 低着头在自家门口转悠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前几天呢 他还挺自在的 谁知道平静了不到二十天 晚上又过阴兵 这回呢 风朝北瓜 兵往北涌 老全和老鹏呢 对我爹说 这次呢 是共产党的阴兵 因为共产党 定督北京 也要祭奠为他们 战死的士兵的 这些阴魂呢 都是敢去享受祭祀的 老明的大儿子 是在八路军队伍里的 也是多年杳无音讯 老明听到阴兵朝北走 心里啊 跟毛抓似的 一副难受想 我爹呢 则是宽慰他说 共产党的兵啊 死得少 你儿子定会 衣尽还乡的 老鹏当时 说不出话来 伸出松枝般 粗糙的手指挠挠头 那时呢 紫水县全境都解放了 地主啊 受到监控 方老先生的地位呢 是一落千丈 我们第二次 毕阴兵呢 男女分别住在老鹏和老全家里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呢 第二次 大伙就从容多了 一样的狂风大作 人寒马寺 我们呢 却不那么害怕了 我和我爹呢 趴在窗户上看 这隐隐约约看到 在大部队的后面 那些缺胳膊断腿 甚至无头的残躯 何悠何悠地前进着 似乎有一个黑影 轻轻地落到老鹏家的院子里 无声无息的 我悄声地说 爹 你看 有东西掉下来了 我爹说呢 还是孩子有灵气 我什么也没看见 如今呢 三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亲历者 很多都去了银槽 再提这事啊 年轻一代 恐怕是不相信的 若不是我亲身经历过 别人说 我也不相信的 而我呢 一直很奇怪 当时我是眼花出现了错觉 还是 真有其事呢 死过人的房间 去年夏天吧 我们七八个女孩出去玩 晚上呢 都不想回家了 就住在宾馆 因为没有带身份证 就住那种啊 特别小的宾馆 是大炕 不是床 我们几个呢 洗漱完 就各自玩各自的手机聊天了 嘻嘻哈哈的 然后啊 突然 谁都不说话了 就感觉 鱼豫的手机震动 能有一分多重 但是呢 我们几个手机 都握在手里 而且啊 都没有设置震动 坐在最边上 那个朋友啊 告诉我们 感觉在他屁股底下 我们也没有多想 就感觉啊 可能谁的手机 忘在这了 然后 我们就把被子铺盖 全都翻开了 都露出水泥炕了 什么也没看到 那我们几个呢 就对视一眼 吓得呀 赶紧抱在了一起 然后 就听见这门 哐哆一声 我们的门是关着的 没有风 不是敲门声 就莫名其妙的 支当一声 我听说呀 这七个同性的在一起 就是七杀 数了数 我们刚好是七个女孩 这一想啊 更害怕了 就赶紧让有对象的呀 把对象叫过来 当时呢 都晚上十二点多了 来了四个男生 坐了一会儿 熬不住 都走了 这我们几个里呀 就我胆子大点 他们都不敢睡 就一直玩手机 我就先睡觉了 反正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事 那后来我们就走了 就把这事啊 给忘了 这过了能有一天吧 就出事了 我的胳膊上 明显出现了四到八 我问他们有事没 有的告诉我呀 脑壳疼 有的告诉我 膝盖青了一块 有的告诉我呀 病了 感冒了 还有啊 我记不住了 反正是都出事了 脑壳疼那姑娘呢 找了个信得过的亲戚 算了算 说那屋子里 死过人 女人 怎么死的没说 反正啊 就不是正常死亡的 就一直在那个屋子里 出不去 这七个女孩呢 阴气太重了 我们都沾上了 不过呀 也没有什么大事 让我们以后啊 出门尽量别住 那种不安全的地方 也容易招惹 不干净的东西 反正从那以后呢 我就一直感觉 有人跟着我 就是现在 在床上躺着 还是感觉 背后有人 这事回家以后呢 我也经历过鬼压床 每一次都觉得 有人勒着我的脖子 按着我的手 压在我身上 喘不过气来 动也动不了 说话呢 也说不出来 眼睛倒是能微微的 睁开一点 看到我自己的脸 慢慢压下来 然后啊 又慢慢的消失了 等我能动了以后呢 什么都正常了 我马上把灯打开看看 周围什么都没有 就赶紧钻进被窝里 蒙住头 睁着眼睛呢 一晚上不敢睡觉了 第二天呢 精疲力尽 打不起精神来 这隔了两宿 又出现了 不过这次不是我 是另外一个女人 面目猙獰 特别吓人 也是掐着我的脖子 我使出很大的劲儿 发出的声音呢 也只是特别的小 慢慢的它又消失了 但是不知道为啥 我一点也不害怕 我就跟我妈说完 我妈就说我神经病 然后啊又告诉我 让我跟他和我爸 一起睡两天 这我想晚上玩手机呀 就说先不用了 然后晚上又被鬼崖床了 这次是个难的 长得这个很白净 很好看 对没错 别人都看不清脸 而我每次呢 都能看清脸 同样我还是动不了 眼睛呢 还是能微微睁开一点 最后我猛的一下坐起来 打开灯 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次啊 我真是吓坏了 一直挺到天亮才睡着 从那以后 我一直开着灯睡觉 也在没有遇到过鬼崖床了 但是呢 确实是病了 感冒发烧都赶上了 就连续两天做梦 梦到有人劝我死了吧 死了呀 就不难受了 但是呢 我看不到是谁 就是一直跟在身后劝我 这后来呢 我去百度上查了一下 说是因为太累了 或者呢 是自己想象的 可我觉得不是 就是我经历的 自己能感觉到 因为啊 每次鬼压床的时候 我都是清醒的 我一直挺着到天亮 难道 我醒着 也是自己想象的吗 还有一些事呢 是发生在 其他的一个时间段的 这小时候呢 家是在农村的 这院子旁边 就有一个小棚子 放着一些杂物 我爸呢 因为下班比较晚 晚上我跟我妈 就一起在门口等他 这有一次 我俩等的时候 我妈说 我弟在屋里哭 我是什么也没听到 但是他说 哭的声音很大 让我那进屋看看 那时候呢 我大概有四五岁 我弟呢 比我小三岁 于是我就进了院子 往屋里走 这因为天很黑 其实啊 看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经过小棚子的时候 下意识地 往里面看了一眼 就发现呢 一个黑色的人影 拱着腰 两手做这个抓的样子 从棚子里 向我走了过来 他身上的颜色呢 比周围要黑 所以啊 很明显是一个人的形状 我嗷的一嗓子 就跑回屋里 不敢再出来了 后来证明我弟啊 根本就没哭 一直在睡觉 不晓得我妈 怎么会听到他哭呢 但是呢 反正是 我再也不敢进 那个小棚子了 就算是白天 也不会去那玩了 再后来呢 家里装修 那棚子 就彻底没有了 还有一个呢 是在小学 二年级的时候 我妈和我姨 他们呢 是在学校附近的工厂上班的 每天放学后 我都去找他俩 然后呢 等他俩一起下班回家 在农村 每个村子 都有一个属于本村的坟地的地方 这有一个村子的坟地旁 就是主路了 这主路啊 是自北向南 在主路的东边 就是坟地了 我妈和我姨呢 那天边骑车边聊天 我就坐在这个后座上啊 经过那坟地的时候 就看到这坟地里 两棵大树中间 掉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白色袋子 非常的长 这根鞦韆似的 掉在这个树上 当时就特别好奇 就一直看着 然后啊 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 用这根袋子 在挡鞦韆 挡得非常高 一直在当 当时呢 太阳已经下山了 但是西边泛红 所以呢 还是可以看到 远处的东西的 虽然只是一个影子 但是呢 这白色的鞦韆 和人 因为和周边的颜色 差距太大了 所以呢 看得非常清楚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她一直认为 我是看花眼了 这后来呢 还是小学的时候 四五年级吧 这事呢 我之前 给别人说过 八十年代 农村的孩子都知道 小学是没有暖气的 都是这个煤炉 这冬天啊 每天都有指日生 早早的过去 烧这个煤炉 那天是我指日 早上大概六点多呀 就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了 冬天六点多呢 根本就没有人 所以啊 我挺害怕的 就一直使劲登车 想早一点到学校 这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有一条岔路 是穿过一个村子的小路 也可以到学校 按照我以往的习惯呢 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走的 但是啊 那天我远远的看到 十几辆自行车 都拐向那个村子了 于是呢 我就打算呢 追着他们有个伴 从这个主路到小路 大概有五十米 还要再拐一下 当时呢 我拐第二个弯的时候 就发现呢 前面压根就没有人 就觉得奇怪 但是呢 也没有觉得在害怕 从西向东 所以呢 我开始向着东方汽车 这早上的天边呢 有点点泛红 可以看到 大概五十米左右的样子 突然呢 就看到一家门口 站着一个人 面向东方 站得比直 是个老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看出来 是个老人的啊 但心里想着 看看人家 这身体 一看就特别棒 然后呢 就继续骑车了 距离大概三十米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老人呢 突然转向了我 他脸冒着金色的光 在冲我笑的 我当时啊 头皮发麻 眼泪都快出来了 但是呢 脚还是在蹬着自行车 他一直笑 一直笑 我想安慰自己啊 说是太阳 晃得都不行 他脸的颜色呢 就有点像 这黄色的 纸钱的颜色 非常亮 距离二十米的时候 我发现呢 他脑袋没有了 当时呢 我不停地 在擦着眼泪 已经快哭出来了 再后来 走近后发现 是一棵一人高的松树 不敢回头 赶紧骑车到了学校 这课间休息的时候呢 跟我的小伙伴 说到这事 他们呢 答应我中午放学 陪我去看看 然后发现呢 那家有个人去世了 骨灰盒 就摆在门口的旁边 门前呢 的确有一个 一人高的松树 后来啊 我就再也不敢 走那条路了 对不起 不敢求你原谅 我老丈人 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王半仙 谁家娶媳妇了 都会来找他 算个好日子 谁家死人了 都会找他来看看 哪天哪个时辰下葬 并且挑好坟地 交代好 整个丧葬的过程的 一系列注意事项 谁突然中了邪 也会找他驱邪去病 这也有一些 家里讲究的老人 拿着自己家 先生儿的生辰八字 来找老丈人 看看这命里啊 是否有啥灾事的 需不需要 寄个干娘 好化解一下 似乎啊 这老头 还真有两把刷子 但是呢 我不信这一套 封建迷信的残余 咱可是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的 五号青年 接受的 可是唯物主义教育 对于老头那一套 嘿嘿 不好意思 只是觉得呀 纯属忽悠而已 对 仅此 我们那里的风俗呢 是每逢八月十六这一天 所有出嫁的女儿 都得回娘家走亲戚 那年的中秋之际 我和媳妇一起 去老丈人家团圆 一大早我们就到了 丈母娘和媳妇 两人忙活一上午 做了满满意义桌子菜 并备了好酒 这中午的时候呢 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 一顿酒足饭饱后 微醺之际 只见老丈人 收起了刚才吃饭 聊天时的轻松神态 忽得呀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建军 爹交代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牢记 再过半个月 九月初一这一天 就是发生天大的事 你也一定不要出门 否则 会有血光之灾 说到最后 他眼睛盯着我 目露幽色 加重补充了一句 且记 您放心 我呀 最听爹的话 爹让我往东 那我绝不敢往西 混着酒气 我满脸堆咬着 就答应了 心里却说 老头 别拿你那一套吓唬我 去 过了十多天 晚上睡觉呢 接到一个电话 喂 君子 班长过两天 要去趟北京 正好呢 路过咱们这 时间宽松 咱们约了见个面呗 警员没见的 你可一定要过来啊 什么 班长要路过咱们这 那还用说吗 别管了 必须去 好 那就后天十二点半 星河翻面见 好嘞 来电话的 是我的林乡战友 顺子 前些年呢 在西藏当兵那会儿 班长 顺子 我们三个人呢 关系是最好的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训练 一起去布达拉宫 有一次 要搞演习 眼瞅着演习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老乡呢 赶了一群牦牛 对演习有爱 本来连长安排我和顺子 下河去撵牦牛 却被班长一把拦住了 他说 我是青海人 习惯了寒冷 这大冬天的 你俩受不了 我 班长 下河去了 我俩就在岸上 合力赶走老乡的牦牛 只是啊 从此以后 班长一到冬天 就会膝盖疼 退伍后呢 五年没见了 这次班长从青海去北京 路过我们这儿 兄弟们呢 必须得好好聊聊 聚聚 一想到这些呢 竟有些激动了 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呢 只听媳妇说 你忘了中秋咱爸说的话了吗 后天正好是九月初一 不管是啥事 你都坚决不能出去 可不是嘛 我差点就把这么重大的事给忘了 你放心 我绝对听你和爹的话 别说班长 就是连长师长来了 我也不去 嘴上这么说 心里想到 难不成 你还能把我给绑了 开玩笑 堂堂七尺男儿 岂能被你这个小女子给困住 第二天晚上呢 睡觉前 媳妇呢 又给我吹耳边风 你可记住了啊 明天不准出门 你放心 一百个斤 我绝对不出去 我还不知道你 嘴上答应的好听 就是腿啊 不听大脑的指挥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多注意 多防备 没有坏处的 咱爸说了 明天务必在家 如果实在要出去 走到清河桥东头 你会遇到一个 穿红衣服的女孩 你见到她呀 把你的一件衣服 给她就行了 我呢 已经给你准备了 一件新衬衣 还没有拆封 放在你电动车的 后座上了 好好好 真的呀 是懒得搭理她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媳妇呢 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 把院门从里面 给拴上了 一直到了 上午十一点多 忽然听得敲门声 是堂弟媳妇啊 提前发动药声了 让媳妇赶紧一块去镇医院 媳妇是镇上的医生 她去了 到了医院呢 更方便照顾一些 媳妇案子着急 可也不能不去呀 出门前反复交代我 记着我跟你说的话 出了门呢 竟不忘拿把锁 从门外呀 给锁上了 这样能拦得住我 媳妇前脚走 我后脚呢 就翻墙出去了 一根铁丝解索油 把门打开 骑着我的电动车 就上了路了 这一想到 马上就要见到 阔别五年的班长了 我心生激动 不知不觉 加快了车速 虽是下墓 但时至当午 这太阳呢 依然毒辣辣的挂在天上 两边的玉米苗啊 已经长出一人高了 此时呢 这庄家地里 一片片都是玉米 俨然一道道青沙障 也像一排排士兵 站在道路两旁 这十二点时分 没有一丝丝疯 地里劳作的人们呢 都又回家了 路上几乎是没有人的 这仿佛啊 其他一切都静止的 只有我自己 在这空荡荡的路上游动着 前面呢 就是青河桥了 过了桥 差不多有十五分钟的路程 我正骑着车呢 刚过了桥 到了东边 忽然呢 那前面玉米地里 有个人 我一下打了个机灵 有点恶然 揉入眼睛 用力看了两下 没错 确实有个人 此人呢 二十多岁的模样 穿着红色的上衣 两条长辫子呢 摆在前面 胳膊上跨着个竹篮 正迎面往青河桥 方向地走着 正打量着 我这心里啊 一阵骇然 什么情况 大脑以光速回想起 我媳妇说过的每一句话 把我吓了一个机灵 来不及多想了 我迅速放慢速度 扭头看着电动车后座 果然呢 放了一个袋子 一把拽过来 里面呢 放着一件黑色衬衣 车子很快到了姑娘的跟前 我本能地停下 走到姑娘面前 慌乱之中 我随便编了个理由 你好 我这里有件新买的衣服 穿着不合身 今天遇到你算是缘分 送给你 拿回去给家里人穿吧 这置身近处 我并不敢看姑娘 更不敢看她的眼睛 这我不知道 我自己说了什么 只知道 手抖的不能自己 不由分说 把衣服塞给她之后 我骑上车 赶紧逃也似的 骑车而去了 接下来几天 我一直心神不宁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 会发生一样 但也不知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种感觉 压在我的胸口发闷 我琢磨着 我是在青河桥附近 遇到那姑娘的 那她呢 一定是附近村子的人 所以没事的时候 我就骑着车 去附近溜达 我那颗悬着的心 始终无法放下 一直到了整整一个月后 我再次来到青河桥旁 只见远处有一队丧葬队伍 我顿觉的不响了 连忙走到近处 只见这送葬队伍中 有一个小孩 抱着侍者的遗像 那照片上 正是一个月前 我遇到的那位姑娘 我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 脑子嗡的想要炸开 内心是波涛汹涌 来回的翻滚着 似有千万个锐石 击中我的心脏 我已经没有办法 做过多的任何思考 一时瘫坐在地上 脸上没有了血色 望着越走越远的丧葬队伍 我心里 只有个微弱的声音 对不起 不敢求你原谅 酒店惊魂 我呢 叫阿布 在一家酒店里 做服务员 我今天要说的 就是我在酒店 遇到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 经常住酒店的人 都知道 酒店呢 一般都会有客房 和餐饮两个部门 而我呢 就是在餐饮部上班的 每天早上六点 就得起床 去给住店的客人 准备早餐 冬天呢 天凉的晚 我们一般早餐呢 是两个人一起上的 那天呢 早上我和一个叫 代代的同事 一起上班 到了酒店 打开所有的灯 然后啊 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上菜了 因为早餐呢 是在大厅开放的 所以包间的灯 是不会开的 但是呢 要去库房取豆子 打豆浆 我就让代代去端菜 我呢 去包房 库房取豆子 这包间里有窗户 还可以看见一点亮的 但是走廊 是没有窗户的 一片漆黑 我呢 因为在店里上班很久了 对一切都很熟悉 就没有开灯 直接走过走廊 去包间了 走廊的尽头呢 是一块大镜子 我平常没注意过 那一天走到尽头的时候 突然不由自主地 瞟了一眼镜子 本来呢 应该漆黑的镜子 却突然看到我自己 我当时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 但那块镜子呢 好像吸着我去看它一样 我慢慢地靠近镜子 竟不自觉地 对着镜子做起了鬼脸 我绝嘴 他也绝嘴 我急眼 他也急眼 这漆黑的走廊里 一块大镜子 把我照得清清楚楚 我透过这个镜子 向身后看了一眼 在我的背后不远处 站着一个人 也跟我穿着同样的制服 我以为呢 是我同事代代 我笑着转过身喊他 却发现 这漆黑的走廊里 什么影子也没有 我接着转过身看镜子 却发现 我身后还站着那个人 我再也不敢回头了 我紧紧地盯着镜子里的他 他一动不动 仿佛也在盯着我 我就这样僵持着 我的头上开始冒汗了 额头的汗水 一滴一滴砸在地毯上 我感觉像过了几个世纪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是呢 我是没有勇气看他了 我闭上眼睛 希望再睁开眼睛 他就会消失 大概过了能有一分钟左右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往镜子看了一眼 他果然消失了 我松了一口气 刚要转身 却发现 他在我的右侧 我转过头 刚好对上他的脸 他的头发全部盖在脸上 看不清模样 头发滴着水 感觉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这个时候 我已经失去了思维了 只能定定地瞪着他 他慢慢地抬手 掀开自己的刘海 慢慢抬起自己的脸 我看清了他的样子 脸色苍白苍白的 眼睛鼓起发红 就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我再也受不了了 大喊一声转身就泡 甚至没敢回头看看 他是不是跟了过来 一口气跑到大厅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再也起不来了 呆呆呢 大概是听到我的喊声 跑过来看到我坐在地上 大喘气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呢 却只能摇头 说不出来一句话 呆呆只好扶着我 到备餐间休息 后来 我看到那个走廊 就会头皮发麻 总感觉 他就在那里等着我 没办法 只好辞了工作 但是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告诉我那些同事 我那天看到了什么 我怕吓到他们 今天为你讲的这个事呢 叫做闹鬼 这件事 我现在想起来 还是琢磨不透 这各种意味 诡异 而让我感到悲伤 特别是在这灰白色阳光 洒散时 深深念起这则往事 仿佛听见呢 那个近乎哭泣的女生在说 你有手指吗 高二那年呢 我们学校组织高中的年级去军训 地点呢 就选在一个挺有历史的军校的 在出发之前 就听闻 有一个学长说到 那学校闹鬼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想法子逃避不去 你们知道的 尤其是对这类事情 那可是忒弱心的 自从那次初三经历过 矮楼的事件以后 我倒是常常觉得 在每一个灵异事件的背后 总要隐瞒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故事呢 往往令我感到无限的悲伤 或者愤怒 鬼魂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的 如果非要出现 那么呢 他们一定是想要告诉活人 什么信息的 于是呢 我就问学长 这个闹鬼是怎么回事 学长就用狐疑的眼光 并且非常费解的眼神 看着我 好像在说 小七 你怎么老对这种破事着迷呢 我确实着迷啊 缠着学长 用撒娇讨好的战术 逼迫他把各种奥秘告知我 也好让我呀 在这个时候有个心理准备 学长生气的说道 怎么啊 七公主 你难道真的要到那里去捉鬼 上回学校女厕所里 你闹得还不够火热吗 我知道啊 他指的是我刚刚在初三的时候 在学校B楼的旁边的洗手间里 莫名其妙的昏倒的事情 那次时间呢 我到现在仍是心有余疾的 但是我就是这种 即使要用生命 也想听听王魂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的人 因为这些王魂是寂寞的 忧伤的 令人无限伤悲的 他们本身的寂寞和忧伤 却是被这个世界无限的忘记 包括他们曾经非常亲密的亲人和好友 学长拗不过我 只好啊 极不情愿的说道 你呀 长得再美再可爱 也不会有人喜欢你的 好吧 我告诉你啊 那是我读高二 和你一样大的时候 也是学校组织军训 地点呢 跟你一样 我当初并不知道啊 这个军校并不干净 要知道 打死我也是不会去的 后来去那里 才听几个同班说 这里 以前是个军校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才被荒废掉了 现在 常年租给许多学校学生 来这里参加军训 但是呢 有不少学生传闻 在这里古旧的军舍里 会有奇怪 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的 奇异 无法解释的事情 那是什么 我追问下去 学长脸色呢 变得有些苍白了 仿佛在感受着 当时的恐怖 哎 半夜三更 走廊的脚步声 第二天早上 窗户玻璃上写着 我一生爱你 唯一的增号 然而最让我无法释怀的 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厕所里的滴水声 学长说完这句话呢 神色就变了 好像啊 他现在就置身在那个厕所里面 他说道 滴水声 是会说话的 你最好不要理会 否则 他仿佛啊 无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 然后大步慌张地离开了 我呢还详细问一些 也没有办法 可是那个军校里 厕所的滴水声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会说话呢 如果理会会发生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令学长如此害怕 即使在事情过去了一年之久后 那次军训呢 果然有许多学生聚集参加了 但是我们班 没去的呀 就有七个同学 大抵是被那传闻吓得吧 我一个女生 决定勇往之前 深入鬼窟 探个明白 出发那一天呢 天空非常的明朗干净 蓝得透彻 宛如一盘巨大清澈的海水 倒扣在头顶上 阳光很烈 晒得人皮肤啊 都隐隐灼痛 我想那一天 也许是整个夏天里最热的一天吧 就像现在的阳光 现在想起来 今天和那天的天气 是多么的相似 只是啊 我们到军校的时候 这里的天 突然变得有几分灰白 阳光依旧闪烁着 但也变得有几分灰白了 懒洋洋笼罩着这所军校 军校里大门两个大柱子 柱子上雕刻着好看的花纹 这原本是白色的 但现在呢 已经被斑驳的黑色给覆盖了 走近一看 才知道 那是苔藓死掉的尸体 粘在了上面 年月积累起来 已经完全覆盖柱子的本色了 大铁门呢 秀得不成样子 也没有请个人来重新上漆 只晾在那里 仿佛啊 是没人管的孤儿 我们呢 跟着指导老师走进校门 一股轻音的气息 迎面扑来 大道两旁的芒果树 在风中啊 吹乱之下 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们穿过林荫大道 拐过一个弯 路过一个大水池 但是池水几乎是干到底的 露出池底一片泥泞 水池四周 被铁网围了起来 看样子呀 是不给人进去的 铁网之上呢 爬满着无数的藤蔓植物 四边杂草乱生 透出一股破败的意味 而我们要在这里 生活五天的宿舍 就在大水池旁边的大楼 和它呢 只隔着一条不宽的水泥路 水泥路呢 早已破裂得不成模样了 许多顽强的青草 从裂缝里长了出来 把灰色的地面 点缀成无数的绿痕 宿舍大楼只有四层 呈长方形的 但也是军校里最高的建筑了 从墙壁的残破程度来看 也知道这座建筑啊 有一定的年代了 就像我们中学那座矮楼一样 我们女生宿舍呢 也在这栋大楼里 不过我们是在二层 男生呢 是在一层 在走进宿舍大门的门口 穿过阴湿的过道时 我就看见 我们班上的几个女生 脸上自然露出一股 不自然的表情来 好像啊 在害怕着什么 从两边阴暗残疚的寝室房里 钻出来 这里呢 永远都是这么潮湿 就像刚刚被水洗过一样 我听见一个指导老师 这么说着 但是不明白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里常年都是这样吗 只是我想潮湿总该有他的一些理由吧 把行李放好 我们呢 便得到通知 要去外面的操场排队 准备训练一些基本的动作 如原地踏步 绕圈跑步之类的 这里的太阳似乎裹了一层棉衣 天空也变得发白 阳光虽然不大 但却是感觉很热的 不到半个小时 我的全身呢 都像被汗洗了一样 非常的难受 真想啊 训练快点结束 好回到宿舍里 吹风扇 晚上的时候呢 军校里的夜色 特别的暗沉 也特别的空气 全世界仿佛静的 只剩下晚风吹风而过的声音了 我们吃过晚饭以后 都回到自己的寝室里 不准到处乱跑的 否则是要扣半分的 要知道 如果半分扣得多 得到最少半分那个半 是要受到处罚的 所以我们也都非常听话 再说了 在这个古旧 一无去处的军校里 学生们觉得呀 没什么好玩的 而幽灵的传闻呢 也时刻在警惕在众人的心中 所以呢 就算是去洗澡 学生们也都相约 三五成群的一起去 并且呀 选在七八点的时候 过后 他们宁可不洗 只躲在自己的寝室里 外面的世界呀 跟他们是无关的 我呢 已在窗户前 看着外边 那个大水池子 所在之处 在我的眼皮底下 泛出朔朔的荧光 我知道 那是水反射的月光的颜色 四周的草和树啊 显得更加的沉宁了 那里呀 好像隐藏着一个空间 引诱着我去探索 但我知道 我是不能出去的 只能透过窗口 默默地注视着它的存在 感受风给我带来它的味道 一股水草泥土 夹带着几分腐败的气味 我身后的一个同学问我 尤其 你打大 你陪我上一趟厕所好吗 我回过身 是比尔 她在班里呀 是一个存在感挺低的女生 大家都以她长得不好看 不跟她一起玩 而我呢 觉得比尔挺好看的 特别是那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只不过 比尔体弱多病 隔三差五的呀 都要去请兵家看病的 我不知道她是得了什么病 和她交流啊 也不多 我环顾房间的另外四个女生 他们堆在一起玩手机 看样子呀 是故意笼络比尔的 于是就拉起她的手 说道 好的 我陪你去 比尔对我说 还是你最好 尤其 我刚才和他们一起洗澡 可是 他们联合C班的几个女生 一起欺负我来着 我正好穿衣服 可是 一盆水就从隔壁倾倒下来 然后他们就一起笑着跑开了 全厕所就剩下我一个人 那份悠情我真的好害怕 尤其 你知道 我当时有多害怕吗 我听见了 厕所那边的滴水声 像是一个女人在哭泣着 有气 我听的呀 自顾着生气 没有听到比尔说后面的 那些人呢 真是太可恶了 这样欺负同班的同学 还感到很开心吗 这群小混蛋 我要是不教训他们一下 他们还以为只有自己可以欺负别人呢 我越想越生气 一卷一笑 就要往回走 比尔呢 以为我反悔了 一手拉着我说 尤其 那要做什么 不是说好要陪我上厕所吗 我真的好害怕一个人去 我止住脚步 回身的 一看比尔 一脸泪汪汪地恳求地看着我 我的心呢 就软了下来了 怒火也消掉了许多 心想 今天呢 就算那群混蛋走运 我一手搂过比尔的腰 微微一笑说 不是的 我陪你去 那你千万不要一个人跑掉了 又剩我一个人在厕所里 比尔呢 似乎有些不相信我似的 我摸摸他的头 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的 我绝不是这种小人 你安心上厕所 我就在门外等你 看着呀 我一脸甜美地微笑 比尔的心也安宁了许多 把门关上 厕所惊得离奇 只有水一滴一滴落在地面的声音 非常有节奏 这节奏呢 很是诡异 这让我这个欺人呢 都感到非常的惊异 眼神不由的四处瞄望着 但是 只有两台寂静的敦房 寂寞而略显的几分可怕的气息 坐落在那里 每一个敦房的侧门上呢 看上去都挺破旧的 开关起来 总是发出几声沉闷 而刺耳的咯吱声响 在厕所里的回响呢 更是令人感到惶恐不甘了 我想 这到底就是避耳害怕的缘故吧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突然听见水滴的声音 晕滤 也有几分古怪 我立刻呢 操耳倾听 不错 这水滴声 的确不一样了 与其说是水滴声 不如说是一个声音在哭泣 正确而言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哭泣 我的天哪 就像那时一样 我全身的汗毛 全都竖起来了 寒意犹心一声 脑海瞬间想起 学长曾经对我说的 厕所里 滴水声 好像会说话 这时呢 我敲着蹲房的门 比尔 你好了没有 这蹲房里啊 并没有动静 我以为是比尔也听见 这样的滴水声 早已经吓坏了 于是呢 身体往后一挪 比尔 别怕 我这就救你出来 我一直都在这里 说着 我抬脚狠狠地一踢 整个厕所门 都被崩坏了 比尔呢 正蹲在那里 一脸面无人色的模样 却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我冲进蹲房 双手扶起比尔 发现呢 他全身都在战斗 而且体温很低 我急忙 把他的裤子踢好 然后扶出了厕所 比尔被送到医务室里 我一直在旁边陪着他 这医务室外 有一些好奇的学生在观望 我们的指导老师和校姨 也分别在这里 校姨给比尔看过之后 说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受到一些惊吓 叫我呢 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就可以回寝室休息了 在指导老师和校姨都离开 窗外观望的学生也不在的时候 比尔才悠悠地回过神对我说 他在厕所里听见那滴水声 我呢 附和他说也听见了 比尔却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忙安慰他 怎么了 比尔 你是不是感受到哪里不舒服 告诉我 没有 我没事 比尔呢 摇了摇头 抬着眼睛看着我说道 我感到很幸福 有情 谢谢你 我为自己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而感到幸福 今天晚上 要不是你 我 哎 傻丫头 我说的嘛 我会一直陪着你 等你出来的 我搂着他的头 比尔呢 这才又抬起头来对我说 尤其 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呀 我看到厕所里的鬼了 什么 你看到他了 我惊议了一下 神色呢 露出了几分凝聚来 比尔点点头 我当时蹲下去 正准备解决的时候 背脊突然感到一股 深进心里的寒意 在这样的夏天 是非常奇怪的 我当时已经吓得不行了 耳边又响起那个滴水声 那个滴水声 听上去像一个女人在哭 但认真一听 是一个女人在 在起诉 她说 你有手指吗 什么 她要手指做什么 我更加的惊议了 脑中呢 回想当初在厕所的情形 确实如此 我的耳边 好像也清晰地 显过这个声音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 她为什么要手指呢 那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安稳 而半夜 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 一个穿着绿色迷彩的女生 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向我诉说着一些话 那个地点呢 就是在我们宿舍大楼的过道 那条永远都潮湿不堪的过道 我走进一听 听见呢 她在说 就像厕所的滴水声音 那样清晰 那样空灵 她说 她呢 曾经也是在这个军校里的一名女生 那时候啊 天气是这样的炎热 但是空气呢 却是十分的沉闷 潮湿得让人难耐 她是一个性格弱小的女生 在班上就常被人欺负 和她一个寝室的三个女生呢 也常常想方设法地捉弄她 在她洗澡的时候 把她的门用障碍物抵住 害她半天出不来 还把她的衣服藏起来 这有一天晚上 她要上厕所 其他三个女生呢 就偷偷地尾随过去 准备好好地捉弄她 可是啊 她在方便完以后 发现自己忘带手指了 于是就想办法 恰巧听见厕所里有人进来 于是呢 就大胆地问道 同学 你有手指吗 进我一张 可是呢 她没看见任何人 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于是呢 她等不了了 只好把厕所门打开 把脑袋探出去 看个究竟 不想啊 不看还好 这一看 三个身着白衣 看不见脚 脸上全是黑发的妖物 赫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恐怖叫声 荡漾在寂静的厕所里面 尤为甚认 那一天我醒来之后 脸颊上竟是干掉的泪痕 阳光变得很刺眼 很白 就像雪花一样 在我眼前跳动 闪烁着 她一身拥卷地 把身体从窗户探射进来 我环顾四周 只有碧儿 陪在我的身边 前世里呢 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尤其 你昨天晚上突然发高烧 我吓得半死 急忙连夜去找老师 后来医生来了 给你打了一针之后 你再慢慢退烧了 可是后半夜里 你又在哭什么 为什么这样伤心呢 碧儿呢 泪水潸然而下 白花花的阳光把我们的身体紧紧地覆盖起来 我感到心中无限的暖意 就像那样清朗的夏日 五天的军训 五天的军训结束 我们要坐车离开那所军校 在上车的时候 我回身转脸去看那残破斑驳的宿舍大楼时 发现在宿舍大门前 一个身着绿色迷彩服的女生或有或无 静静地注立在那里 她的脸色煞白神伤 一阵微风吹起她的长长的发烧 在我的眼睛里 她是那样的美丽 我想 也许鬼的可怕 远远不及人心的险恶 我依旧相信着 鬼魂的存在 只是寂寞忧伤的重现 他们的魂念 被离开这个舍不得的世间的那一刻寂寞 怨恨 悲伤所深深地禁锢着 徘徊在自己永远不可知的世界之中 不能自拔 所以 那个在宿舍楼里被吓死的女生 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向陌生人询问着 同学 你有手指吗 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而且呢 是被自己同学给活活吓死的 于是 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这座阴暗潮湿的宿舍大楼的厕所里 她的悲伤 她的怨恨 她的寂寞 就像潮水一样 常年洗涤着这里的一切 人呢 不应该被欺负的 即使它很弱小 因为人 是一种灵性生物 而灵性动物 高于其他生物 是因为 人类 是有爱的 狐仙 我们那里的农村人呢 一辈子省吃省喝 为的呀 就是盖一栋体面的房子 大家都觉得 房子是自己的脸 而且 没有好点的房子 将来儿子讨媳妇啊 都得受影响 这王桂花呢 是个要强的人 早就下定主意 一定要盖一个村里最好的房子 那天呢 是王桂花家新房上梁的日子 这盖房子的过程中呢 上梁可是个最重要的仪式 就意味着 这房子 马上就奉定完工了 上梁的那天呢 家家都会喊上 本家的至亲 前来和主家一起 给祖先上香 祈求上梁顺利 盖房子顺利 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够红红火火 然后摆上酒席 好好地犒劳一下大家 王桂花呢 是个爱热闹的人 家里是兄弟四个的大家族 本来人就多 再加上这干活的工人 伙计 那天上完香后 足足摆了五桌的酒席 那会儿啊 农村请客 并不像现在 可以直接到镇上去预定酒席 而是啊 从搬砖到垒灶台 从买菜到炒菜 从磨面到蒸磨 全是自己在家里 找人一起帮忙完成的 就在王桂花 吃酒席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上的所有人呢 都看在了眼里 那就是竹筐里的馒头 竟然怎么吃 都吃不完 这干了一晌五活的木工 瓦匠们 干的可都是下力气的活 而且啊 正值三十来岁的壮年期 个个一顿呢 能吃三四个馒头 再加上其他人 供五桌人吃馒头旧菜 一直到酒席结束了 那竹筐里 竟还像原来的样子 满满的一筐摆满头 个个呢 都像娃娃的脸一样 在微笑 这件事啊 更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村里一位懂阴阳的神婆说 那是因为 王桂花院子中间的樱桃树上 住了一个狐仙 狐仙护着 帮他守着家呢 可不是 八年前 王桂花和邻居 一起种的樱桃树小苗 说是种 其实呢 也只是从别人家的樱桃树上 折下了一枝下来 随便插到院子里的 这个扎井旁 根本没想到能种活 但是呢 没想到 那樱桃树长得呀 非常的茂盛 来年就结了 满满红彤彤的樱桃 正所谓 无心插柳柳成荫 而邻居家 同时种下那棵 却是荒芽芽的 早就死了 如今呢 八年过去了 那樱桃树啊 早已平平如盖意 这胡仙护家的说法 很快就传到王桂花的耳朵里 这王桂花心想 管她是神仙大圣 还是妖魔鬼怪呢 只要对自己家好 能把自己家保护得平平安安的 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的 那我王桂花就敬着她 自从那以后 每逢初一十五 王桂花就会亲自炸麻花 做酸面条 买上香蕉苹果 备好锡箔纸 叠上一包金元宝 摆好香炉 烧一把九九八十一根的靶箱 去樱桃树下 给胡仙上宫 每次王桂花呢 都会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嘴里的嘀咕着 求胡仙保佑我们全家人 健健康康 日子越过越红火 还别说 这王桂花家呀 那几年的日子 还真是出奇的火 王桂花盖好的新房子 那可是村里头的头一份 两层楼赫然耸立在村头 楼梯呀 全部贴着青色瓷砖 这红色的大木门上 钉着金黄色的大圆锚钉 楼上的扶手呢 雕刻着富贵牡丹花的造型 这楼上楼下的大玻璃窗 仿佛啊 要把所有的太阳光 都吸纳屋里 给主人带来光明 这一切呢 王桂花都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王桂花的大儿子呢 没有什么太高的文化 却顺利的被征兵入伍 当那几年兵复员回来后呢 被安排在县里的 清水滩景点工作 加上其儿子头脑活烦 好交集 会来事 很快就当上 清水滩景区的主任了 事业呢 是蒸蒸日上 并且娶了一个 如花似玉的媳妇 来年呢 就生了个大胖小子 王桂花脸上呢 像挂了花似的 整天抱着孙子合不拢嘴 小儿子呀 更厉害了 一举考上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 那可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小儿子上学走那天呢 村里是敲锣打鼓 热闹的半个村 村长带着大家伙呢 一起亲自把他送上了车 一时呢 是风光至极 就这样啊 想啥来啥 一顺百顺 红红火火 王桂花家的日子呀 过得真是献杀旁人 很快 王桂花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 工作也有了着落 在省城的一家机关单位 王桂花希望小儿子 能更上一层楼 那天夜里 王桂花再次来到樱桃树下 和时双手 默默地祈祷着 胡仙胡仙 求你保佑我儿 能够娶上市长女儿 这样他以后会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啥也不用愁了 谁知呢 没过多久 儿子带回来个女朋友 却只是邻村出去一个打工妹 原来两人呢 是高中的时候就好上了 只是女孩没考上大学 去省城打工了 等小儿子工作以后 两人立马回来见家长了 这还了得 打工妹和市长的女儿 那能比吗 那可是差着一个珠穆朗玛峰呢 王桂花呢 脸上立马就绷不住了 蹬着儿子的面 和女孩啊 直接就发飙了 破口大骂 我供你上学 就是为了让你找个打工妹 继续当农村人的女婿 你还不够丢人的 这女孩啊 摸着眼泪就跑出家门了 小儿子大声埋怨了一声 妈 随即呢 撒腿追了出去 王桂花是满腔怒火 气得直跳脚 跑到这个樱桃树跟前 咬牙切齿地说着 胡仙啊胡仙 我让你保佑我儿娶市长女儿 你看看你干的啥好事 我儿子堂堂一个大学生 竟然领回了一个打工妹 亏我整天好吃好喝供着你 你到底能不能行 说完呢 觉得不解气 还照着樱桃树上 吐了一口唾沫 这第二天呢 天气情好 万里乌云 没有一丝的风 中午时分 王桂花去扎井堂 压水准备做饭 突然这樱桃树上 掉下了一个很大的枝下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王桂花头上 这一砸不要紧 王桂花别的都好好的 却当即说不出话来了 大儿子得信以后呢 赶忙回家 把王桂花送去县医院了 做了全身检查 竟查不出病因 从此以后 这王桂花呢 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又过了半年 王桂花大儿子 虽然只有35岁 竟得了严重的脑出血 为了给大儿子治病 家里呢 不得不卖掉 曾经引以为豪的房子 经过一年的救治 大儿子的命是保住了 且只能呢 坐在轮椅上度日 年纪轻轻的 从曾经的干部 到严重病号 于是呢 整天待在家里 终日不出门 还有 王桂花的小儿子 和大公妹 结了婚了 哦 老王呢 是个情绪外露 脾气火爆 惧不怕任何人的人 哪怕呢 是自己的领导 也丝毫不放在眼里 正是因为 他这又直又倔的性格 老王呢 吃了很多亏 尤其是那一年 他出奇的倒霉 老王呢 是县上某银行的主任 却多次在公共场合 顶撞行长 甚至呢 在有一次会议上 讨论完县里 招商引资项目的贷款式以后 他竟当了众人的面 脸红脖子粗的 直骂领导没水平 中饱私囊 有贪污的嫌疑 行长呢 是怒火中烧 只是当时并没有发作 没过多久呢 老王便收到纪奖委的检查 说他在高达二十万的借据条上签字 犯了贪污罪 随即老王直接被扣进了监狱里 这还得了 老王进了监狱 家里的顶梁柱可就塌了呀 二十出头的儿子 不得不扛起家里的重担 到处打探消息 上下打点 四处求人 而农村出来的老王媳妇呢 完全没有找人疏通的能力 除了以泪洗面外 竟是摸着了迷信的门 到处呢 找各种神算子或者是仙家 掐算这次牢狱之灾 是否能脾气泰来 顺利度过 这无论呢 是按生辰八字推算运势的先生 还是摇六摇得知 旦夕祸福的能人 无论呢 是民间高手 或者是家里供奉的狐仙 蛇仙 还是玉皇大帝 齐天大圣 对老王这次牢狱之灾 说的呀 那是五花八门 令人耳不下戒 但是呢 除了对这次劫难 进行一番天花乱坠的描述外 他们都无一例外的 提到了一个点 那就是老王在明年 会有无往之灾 如果呢 能扛过这一劫 老王将来能活到八十以上 否则 这老王的生命啊 将会在明年五十五岁 就画上句号了 老王媳妇回到家里 把这一消息呢 传递给儿女以后 孩子们 无论是多么的信奉唯物主义 多么坚持无神论 听到三个以上毫不相干的人 同时说到这一相同的预测的时候 也不禁感到恶然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事关父亲的生命 但凡有办法 一定就得尝试 但是呢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 先得把老王 从牢里给救出来 在强倒众人 在强倒众人推的不利局势下 儿子呢 舍下脸皮四处的奔波 最终啊 还是奏效了 老王的一个同僚 由于呢 很早之前受过老王的提拔 这次啊 着实处理不小 协助老王的家人 进行多方面的证据搜集 并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两个月后呢 老王被证明是冤枉的 很快便被释放出狱了 只是呢 刚从监狱出来后那几天 老王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整个人呢 都瘦了一圈 且目光呆滞 少言寡语 再也不是从前那样了 永远都是一副精神抖擞 随时准备和人干账的模样 仿佛这两个月的牢狱生活 像是个八卦炉 生生地把他身上的刺 都给融化掉了 这牢狱之灾问题解决以后 老王媳妇把全部精力 都投在另外那件 更加重要的事情上 生命只有一次 不容忽视 必须挽救 且只能成功 不拒失败 所以呢 一定要找来高手 来解决此事 几经周转 最后呢 经过信徒好友的介绍 有一天呢 媳妇和老王 来到太行山脚下的一座 土盗盖里 两人呢 静止走进盗盖的正堂 只见正堂的纵叶垫子上 有一个双腿交叉箱盘 威闭着眼睛 正打坐的老道 这一老王媳妇呢 轻轻地 试探性地问道 哎 师父 您好 我们是慕名而来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想麻烦您帮忙给看看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世间除了生死 再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那老道呢 悠悠地说着 对对对 您说得太对了 我们呢 就是想让您帮着看看 我男人明年 有一性命攸关的大劫 能否有办法规避一下 这老王媳妇呢 又急切 又祈求似的说道 听到这儿呢 那倒是呢 慢慢地扭过头 看了老王一眼 立马又恢复了 刚才的姿势说道 要解非常之劫 就需用非常之法 只是 这法子 会对你的下一世 有很大的影响 你可愿意 老王回答道 这一世都没整明白 哪里还能管得了下一世 而且 或许人根本就没有下一世呢 你可谨慎考虑清楚了 你当真任何办法 都愿意采用 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当真任何办法都愿意 其他的 其他的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老王呢 坚定地说着 既然如此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因立九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十二点 你 必须是你本人 拿着十斤锡箔纸和一个巴掌大的木头人偶 步行至城西半里处那棵大柳树下 把锡箔纸烧掉后挖地三尺 将木头人埋入地下 然后往回走 切记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要回头 好的 我一定照办 以后千万不要对人提起 这是我给你出的主意 切记 您尽管放心 这很快呀 到了九月十五 那天晚上 月亮是又大又圆 却并不明亮 秋风瑟瑟 这夜里十二点十分 走在县城的街道上 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的 只有路灯 将老王的身影拉得细长 出了城 更是不见一个人影 且陷入一片黑暗 老王呢 很快就来到城西了 但是要到那棵柳树旁呢 需要经过一片玉米地 此时的玉米 已经一人都高了 那宽大的叶片 随着阵阵凉风 不停地舞动 发出哗哗的声音 寂静的午夜 这声音呢 听上去更像是 无数个幽灵在晃动 仿佛随时都会有 其中的一个跳出来 站在自己面前 一样 或者呢 是在背后猛地拍一下自己 顿时呢 一阵恐惧 就涌上心头了 老王不禁加快了脚步 最后啊 跑也似的奔出了玉米地 来到柳树旁了 老王从麻袋里 刀出锡纸 打开火机 火苗由小到大 一点点地在锡纸上蔓延着 老王拿着树枝 一点点翻开纸前 直到石金锡纸 全部都烧透了 之后呢 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才好不容易在地上挖了一个三尺深的小坑 老王把提前准备好的木偶放到坑里 用途掩埋好以后呢 还不忘在上面踩上几脚 并撒上干草 加以掩盖 仿佛呢 怕别人不小心 发现挖走似的 所有这一切结束以后 老王呢 已经没有来时那么害怕了 他心情平静 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去 过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老王单元楼上一个男子 突然莫名地暴毙身亡 后来得知 该男子正好五十五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